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亚太区域代表 以及法国实验室负责任共同接牌 见证台湾加入狂犬病OIE偶和计划 成为亚洲防疫网络议员 一起为OIE希望在2030年达成狂犬病临死亡的目标来努力 全球每年有将近6万人因为感染狂犬病而致死 也就是每十分钟会有一个人死于狂犬病 而且大多数都是小孩子 台湾的狂犬病疫情有别于东南亚国家 自2013年出现疫情后 病毒认为此只存在野生动物上 没有感染人与犬猫 不过今年狂犬病又欢咬伤人案件以达实例 而东部地区病毒分布也有往北的趋势 东部地区它的活动范围好像有点北移 所以要值得特别注意 已经有阳性案例的这些县市 针对尤其我们的家处的注射狂犬疫苗的部分要加强 OIE为了提升全球对狂犬病的检测量能 与加强合作关系 希望包括台湾在内的更多国家加入合作 而泛国透过口服疫苗来控制野生动物狂犬病疫情的蔓延 也将值得台湾借尽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